如果我把这个题目再改一下 这就是圆盘 我们刚刚那个圆盘 我现在把这个圆盘 边缘绕着绳子 一端 悬在这个天花板上 然后手扶着它 然后从镜子开始释放 它就开始往下掉 一边掉一边旋转 对不对 一边跳一边旋转 我们要求这个时候 绳子的张力是什么 圆盘中心的加速度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们 一看有力 很有加速度 所以一定用动力学来做 动力学 那这个物体呢 它有移动运动 因为直心是往这边跑 它也有转动 它又绕直心在转动 所以它有两种运动 于是我们把这个力图画出来 因为你要用动力学 一定要有力图 你有阴嘛 你的外力 你的外力举 都是阴嘛 你一定要有力嘛 好 这个是它的 经过几何中心的 是它的重力 然后这个绳子的张力 然后它往下掉 对不对 往下掉 它加速度往这个方向 然后它是往这个方向转 所以脚加速度朝这个方向 好 现在我们用动力学来列式着 我们看到往下掉 这是一个移动运动 SigmaFY T向上的 MG是向下的 向上的 简直向下的这个力 这是因和力 那等于果 果就是这个物体的质量 让层上加速度 加速度 因为它是一尾的 用负的 它往下 第一个式子 然后 SigmaT 对O 就是对这一点 它O点来讲 它的转举呢 MG经过O点 所以没有力举了 只有T有力举 T的力举就是T乘R 这是R 那它的转动 Alpha是这个方向 所以 这个Alpha正好是右 是正的 因为它是逆直针方向旋转 OK 好 我们现在说 这个A跟这个Alpha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A 是指这个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 是对哪一点来说的呢 对惯性坐标来说的 惯性坐标 比如说这一点 地面当然也是惯性 坐标 也可以当圆点 也可以当做这一点 也可以当这一点 所以说你这个 以这一点做参考的话 那这一点的加速度 就是A往下 往下 好 反过来啊 如果你 你看这两个物体 相对运动 它相对于它 A是朝这边 好 它相对于它呢 A是朝这边 就是说 他看它是往下 以A的加速度运动 那么 这一点看这一点呢 它是以A的加速度 朝这边运动 好 于是啊 我们说 这个A的大小 就跟这个边缘 这个 这个A的大小是一样 因为它在转动嘛 它在转动嘛 好 所以呢 这个边缘的切线加速度是A 那么转动加速度是α 那么A就得有Rα 就是AT得有Rα 还有I得有二分之一MR平方 带到上面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就不做 你们回去自己做 把它带进去 T就得有二分之一的MA 然后把T再带到这个里头来 求A呢 我们得到A就等于三分之二G 等于重力加速度的三分之二倍 主要就是说 你要绘画 立图 然后你会列方成事 然后再解它 你可不要一个题目到你手上 也没有图 也没有柿子 就是你没有应用到什么原理 你就是这个成那个 那个成这个 然后就答案就出来了 那对不起 没有人看得懂你的 现在我们看这个 转动运动中的动能 功跟功率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 这个物体在转动 这是第1个字的MI 它的切线速度是VI 它与转轴的距离是RI 因为它有切线速度 我们看它 瞬间的速度是这个 因此它瞬间的动能 就是二分之一MIVI平方 可是它因为又在转动 VI等于RI omega 这个带进去 所以它又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一项 那么这个物体呢 其实不止一个指点 它有N个指点 N个指点 那每一个指点的动能 都把它加起来 因为能量它不是向量 是纯量 所以可以加起来 每一个指点的动能都加起来 那么这个 因为每一个的指点 这一项不一样 所以就等于这个加起来 这个是什么 转动惯量 所以整个指点来 整个物体来说 它的转 它转动的动能就等于 二分之一I Omega平方 这个I就是物体 对这个转轴的转动惯量 你看这个跟什么 跟二分之一MV平方 很像 对不对 很像 所以这个转动运动 跟移动运动 非常非常的类似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呢 它受一个T的 受一个F的力 这F就是它的合力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现在要问它的功 受这个力以后 这个物体就转动一个 DC的脚 DC的脚就表示 这个脚小得不得了 那么这一点呢 它就走了这一段的距离 这一段距离就可以当作 这个弧长DS DS就等于RDC DS就是RDC 那么它的功就等于F.DS 它跟它的DS的内积 那么内积的话呢 这就等于F在这个方向 这个就是切线方向的分力 就是FT FT其实是等于Fcosθ 我们就用FT来表示 Fcosθ就是FT 那么FT呢 乘上R 这就等于力举 FT乘R 就是这等于这个力 这是与这个力 垂直的一个倍 叫力倍 那FT 那FT 那FT乘R 就是力举 力举 所以这个就等于力举 乘D C 那么我们把它写成向量的话呢 可以写成TALK 向量 DOT D C 因为TALK 这个时候TALK是什么方向 出紫面的 D C 也是从这边 绕过去 也是出紫面的 所以两个方向是一样 所以 我们现在画的是两个方向一样 所以可以变成TALK DOT DC 所以DW 在移动运动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转动运动的时候 用这个 就是说你告诉 他告诉你他的合力是这个 位移是这个 那 功的基础就等于这个 如果他告诉你 他说的力举是这个 他做的脚位移是这个 于是DW 功的基础就等于这一项 好 如果这个物体 他从SETA1 比如说 他转了一个脚 本来在 本来 他跟这一点 这条线夹的脚是SETA1 转到SETA2的时候 他的总功呢 就等于这个积分了 7 TALK DOT DC SETA1 SETA1 SETA2 好 现在你要注意啊 你学了两种方式的功 第一个 我们前面移动的时候 移动的运动 功等于什么 F DOT DS F DOT DS 积分 这是第一种形态 那么 现在 第二种 转动的时候 是TALK D ZETA OK 以前 这个积分从 位置1到位置2 这个是从ZETA1 到ZETA2 以后还有第三种 我们到热力学的时候 还有第三种 好 转动钢体的功能关系 我们把这个积分 拿来看 这是一个钢体的外力矩 DZETA 作用在这个物体上 让它旋转 从ZETA1旋转到ZETA2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值 就写成 因为External External 合力矩 合力矩 我们前面说过 它等于Iα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可以变成Iα 那么Alpha跟ZETA是 现在等于 我们说它如果是 从不动开始动的话 那是同方向 那就是等于这个 好 那我们 如果知道Alpha跟ZETA的关系 因为你要积分 你一定要知道Alpha跟ZETA的关系 你知道Alpha跟T的关系 就没办法积分 Alpha如果是ZETA的函数 那Alpha是等于 Omega D Omega over DT 这是我们刚刚第一堂课 一开始的时候讲的 好 乘上这个DZETA 那这个就好像是 I R I Omega D Omega I提出来 Omega D Omega 几分 就是二分之一 Omega的 平方 把上下线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个 所以 一个物体受外力矩的作用 把这个物体原先是 Omega 1的角速度 改变成Omega 2的角速度 那么 这个力矩所做的功就等于 这两个量的差 这个就等于什么 转动动能 这个物体后来的转动动能 减掉这个物体起初的转动动能 OK 所以这个式子就表示 总外力矩对物体做功 可以改变物体的转动动能 Power 转动物体做功的功率 Power就是 功的时间变化率 那么我们功呢 DW用 TAL EXTERNAL DOT D 然后被DT来出 DT就出到这里 于是变成 ExTERNAL TAL DOT OMEGA 那这个就是它的功率 那这个单位呢 还是用这个瓦特做单位 好 现在我们用这个 我们刚刚做过的立体 我们是用动力学来做 现在呢 我们要用这个 功能定律来做 功能定律 就是说这个物体啊 这个圆盘 底下有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我们先手拖着它 然后手一放呢 这个物体就下掉 要H高的时候啊 它的速度等于多大 刚刚用动力学来做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以用功能定律来做 用功能定律 你还是要画出它的力图哦 因为你要 要有这个 非保守力做的功 等于 基建能的改变 或者是外力 做的功 等于这个物体动能的改变 所以你都要有力 这个物体的 力图 MG 所以我们在执行 几个中心 然后这是它的张力 这个图的力图呢 圆盘的力图 MG 这个应该用 用大M了 这个写错了 这是大M 对不对 这应该是大MG 大MG 然后 Normal Force 然后这有个张力 T' 好 我们现在用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 我们就直接用了 非保守力做的功 包括内力跟外力 只要是非保守力都算 基建能的改变 基建能的改变 就是说 第一个位置 的动能加为难 那这个是第二个位置的动能加为难 那现在它的动能呢 第一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物体 看这个物体 它第二个位置的速度是 V2 对不对 二分之MV2平方 减着二分之MV1平方 然后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 它的位能 位能只有它才有啊 这个才有啊 我们如果 把这个 就是这个是二分 这个是MGY1 这个MGY2啦 我们先用MGY2 减着MGY1 这是位能的改变 就是第二个位置的动能 加第二个位置的位能 就是这个物体 然后这个转动物体呢 它没有什么位能 它只有动能 所以它第二个位置就是说 当这个物体掉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轮子转动的状况是第二个 第二个位置的状况 它以前变成Omega2了 二分之IOmega2 第一个 减着 第一个位置的动能 加第一个位置的位能 再加 第一个位置的这个动能 所以这个里头你看 动能有两项 这个物体的动能 跟这个物体的动能 位能只有它才有 OK 好 那现在我们要用这个怎么用 我们先可以 从这边做也可以 Non-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功 这个系统里面 有哪一些是 非保守力做的功 MG 跟这个大MG 都是保守力 就不算了 所以呢 N R T T' 这个都算是 非保守力 都算是非保守力 但是我们说 这个功 T'做的功 跟T做的功 还有N做的功 就这三个非保守力 对不对 都等于零 为什么等于零呢 因为T' 等于负T 或者T等于负T' 这两个例大小是 一样 方向相反 所以 他们做的位移 都是一样大的位移 所以 所以呢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零了 这两个加起来是零了 因为这个 等于负的这个 Normal force 它没有位移啊 没有位移啊 所以 是零 Normal force 是零 好 这个是 左边是零了 那就表示 它的基建能守恒了 好 现在我们看第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Y1等于零 V1也是零 Omega1也是零 它到第二个位置 它到第二个位置的时候 Y2是等于负H V2等于V Omega2 就等于V over R 好 I等于二分之1mR平方 好 我们把这些关系 带到这个里头来 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带到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 带到这个里头去 解除V等于这个 我们取负值 这个结果是跟我们用动力学做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东西 只不过多一个什么 因为它有转动啊 所以多一个转动动能 好 以下我们就要看这个 转动惯量 平行走转换原理 我们常常遇到这个问题 它的转动的时候啊 它不一定是绕着 我们 书上给我们的那个表 我们不是学过 好几种这个转动的物体吗 它说它都是对某一个轴 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 但是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 就是说它的转轴 比如说我们一个球 它直行球 它经过直径转动的时候 转动惯量是五分之二mR平方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球啊 用绳子悬掉 到这田花板上 让它 让它在这摆动 那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绕中心轴 绕直径转动啊 这个时候转动惯量是多少呢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物体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假定这是一个三甲板 它上面的质量 当作有好多个质点 组成m1m2m3m4等 这是第mi个质点 第i个质点 mi在这里 位置呢 位置 位置它起初在这里 ok 在这里 它的位置就是xi跟yi 这个位置是xi还有yi 位置在这里 它绕这个轴转动的时候 那我们要求 绕这个轴转动 它的转动惯量是多少 那我们就把这个 当作无限多个质点呢 它就等于mi ri平方啊 mi称之ri平方啊 ri是什么呢 ri 它就是xi xi 加上yi xi平方加yi平方开根号 就是ri 它平方就是不用开根号 就是这个 这个是绕这一点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 如果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 转动的时候 是绕这一点 p点转动 绕p点转动的话呢 它的转动惯量啊 你看p点 mi距离它是ri prime 所以它是mi乘ri prime的平方 每一点都是对p点 转动都是ri prime的平方 那么我们现在mi都一样了 ri呢 你看就是这个 这个向量 跟这两个向量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我画出来 ri就是从这里来看这个字点嘛 h就是p点 相对欧点的位置 所以h加riprime 等于ri 所以riprime 它就等于ri 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的平方 加上这个距离的平方 因为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等于这个距离平方 加这个长度 加这个长度平方 好 那这个长度等于什么呢 等于a解xi 然后这个长度呢 是yi减的b 所以这个可以画成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展开 mi乘xi平方 加上yi平方 然后再加上sigmami 然后a平方跟b平方 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就两倍的 负两倍的axi mi 因为这都有i 一定要摆在sigma符号里头 那就两项是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头 这两项等于0 就剩下这两项 为什么这两项等于0呢 我们等于再说 现在就剩下这两项了 这一项是什么呢 这一项就是它 就是i0 这个是什么 因为这个不在mi里头 不在sigma符号里头 sigmami 就全部的质量加起来 就是大m a平方 a平方 就是这个平方 加上b的平方 就等于h平方 所以变成这样子 等于我们就是 就是要看这个式子 ri ip 就对这一点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 等于这个物体 对欧点的转动贯量 对直行 这是直行 直行的转动贯量 加上mh平方 mh平方 mh平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质量 当做集中在某一点 这一点距离直行是h元 就所有的质量 当做集中在这一点 把它当做一个直点来看待 那么它的转动贯量 就是m乘上h平方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为什么是零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系统 它的直行 直行 我们是把它的这个 你看我们原点设立于直行 原点设立于直行 所以直行是等于sigma mi xi over m 因为我们是 它是等于直行的位置 所以它就是零 这一点就是零 那么这个直行的位置 miyi over m 它就是直行的位置 因为我们把它当做是零 所以它就是在零的位置 所以这个就是零 这个就是零 这个也是零 所以ip等于i0 i0就是说 这个物体对直行转动的 就经过直行这个轴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 再加上这个物体 距离直行转动贯量 把它当做一个直点来看的时候 就转动贯量 让它加起来 它说这个轴跟这个轴是平行的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这个例子已经举过了 一个细棍子 长为l 那么它对这个欧点转动 直行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是十二分之一ml平方 我们前面讲过 好 现在我们要问 对端点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是多少呢 这两个轴平行的 看到没有 好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好 i0就是对这一点转动的转动贯量 i0等于十二分之一ml平方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h 这个时候的h 就是说 你把物体啊 整个棍子的质量 当做集中在直行距离它的h元 这个时候 直行对一端的长度是二分之l 把这个带进去 那我们觉得 ip是等于 这一下 加上m 剩下这个平方 三分之一ml平方 我们前面不是证明过吗 它绕这个时候转动的时候 绕这一端点转动的时候 转动贯量是三分之一个ml平方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一个球 如果这个球绕它直行 转动的时候 它是五分之二的mr平方 五分之二mr平方 那这个棍子 细棍子 然后一端转动的时候 转动贯量是三分之一ml平方 好 现在我们有一个装置 这个球焊在这个棍子的一端 然后这个系统对欧点在转动 欧点在摆动 它的转动贯量等于什么 那我们就要 就要看 好 这个物体 这个棍子 对这一点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ml平方 好 那这个呢 它绕它直行转动的时候 是五分之二mr平方 可是现在不是直行呢 绕这一点 绕这一点转动 那就把质量当作集中在这一点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当作h 这个距离是什么 r加上l 对不对 所以就l加r的平方 乘在m 那这个就是这个系统的 让欧点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 以后要会算这个东西 好 底下我们就来看这个 滚动的物体 它有几种的特性 几种特性 我们看这 假定这是一个车轮 车轮 在这个水平地上 如果它在这里转 它是绕p点做纯转动 就是说 这个轮胎跟p点之间 没有滑动 它就是滚过去没有滑动 那p点顺时的速率 接触的时候 这个速率是零 好 那么 就说 这一点 这一点 永远 它接触的永远是p点 就是零 可是在这一瞬间 这个轮子以omega的角速度 omega你这么看它 以轴来看也是以omega的角速度在转 因为你说 你以这一点为原心的话 它转动也是omega 因为你绕这个转一轴 也等于是 绕这个转一轴 好 那么这一点 这种纯转动的方式 有一个特点 就是 我们在边缘找一点q q距离这里是r圆 那么它的速度呢 就是r omega 这个v 这是它的切线速度 这是直角 直角 v等于romega 这一点呢 它的切线速度朝这一边 v等于什么 romega 所以它的v可以等于romega 而且这个速度啊 都是跟这个距离垂直 这个速度跟这个距离垂直 那现在我们看 看这个样子 我们说这个轮子啊 你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你可以看它是 你可以看它是 一边 绕着它的直心在转 以omega的角速度在转 一边呢 以这个切线速度在行走 所以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状态跟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是两种看法而已的 如果我们以这种看法 这个轮子同时绕着这个转 那这个时候它的切线速度都是这个方向 切线速度 像这个啊 就是vt哦 vt在这里哦 同时它有根的轮子朝这边走 所以它又有一个速度在这里 因此它的v呢 就是这两个速度之和 像量和 你看这个v跟这个v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纯转动 这个就是 当做这个轮子一边绕着直心在转 一边跟着直心一起 以vcm的速度在跑 这个是一般轮子的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还有一种就是说 这个轮子如果说 在这个地方 又有转动 同时这一点又有滑动 好像我们骑摩托车 你骑摩托车要小心啊 你在一般的路上面 这个都是做纯转动 你可以控制的很好 但是如果你的摩托车 经过一滩油的话 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你可不要去拐弯了 那个时候没有摩托力 供给你拐弯了 因为你一拐弯 它会有一个这种滑动 会滑动 你会摔跤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轮子一边旋转 以Omega的角速度旋转 一边朝这边滑动 好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V呢 就不等于R Omega 这个V是指这个V 这个V啊 这个V啊 因为这个时候的V呢 它是 就是以这一点 你看 以这一点做纯转动来讲 这一点做纯转动来讲 它的顺势速度朝这边 然后呢 又朝这边滑动 又加一个这个 它就变成这个V 这个V跟这个V不一样 因此它就没有这个关系 V不等于R Omega 这个是V等于R Omega 所以以后你要记得 什么时候V可以等于R Omega 就是一个物体做纯转动的时候 没有滑动的滚动 没有滑动的滚动 有滑动的滚动 任何一点的V不等于R Omega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所以你看 纯转动形态 就是这种形态 P点的距离 Q点距离它R远 那这个时候 顺势速度呢 有V等于R Omega 这个是直角 OK 第二个就是 转动连带移动的形态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一边转动 一边往这边跑 所以它的V是等于VT 这是转动的时候 到这里转动的时候 切线速度 然后再加上 这个指点 跟着它往这边走 VCM 好 这个就是 转动连带滑动 要注意 这个时候V不等于R Omega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这是一个半进VR的圆盘 在水平路上 做无滑动的滚动 角速度是Omega 求圆盘的动能 这个 绕这一点做纯转动 它的动能 怎么做 那么我们有两种观点 一个就是绕这一点做纯转动 一个就是它 一边绕这个O点转动 一边 随着O点往这边移动 两种运动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 这个圆盘 一边转动 一边朝这边运动 转动的时候 它是到这个转动嘛 所以二分之IOOmega平方 朝这边运动 移动运动 所以是二分之一MV平方 好 但是我们现在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 如果你把它当作是 朝这一点做纯转动的话呢 那么它的动能就等于 二分之一I P 就是这个圆盘 要这一点转动的时候 的转动观点成Omega平方 这个Omega是一样的 这两个相不相等呢 因为同一个物体势必相等 那 何以见着相等 那我们现在把IP 跟IO的关系 带进去 IP 就是我们 走垂直进入这个纸面 它等于IO加上MR平方 这是平行 转动观点平行轴移动原理 带到这个里头来 所以它就得 二分之一 IO加MR平方 Omega平方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IP 换成IO 结果它就变成这个 你看这一项是不是这个 跟这个一样 对不对 所以 这两 这两种观点 它的 转动动能都应该是一样 因为是同一个物体 所以同一个物体 以不同的转动形态的观点 计算得到的动能 有相同的值 OK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 这是一个斜面 斜面 这是一个实心球 实心的球 你要注意 我们有时候图 球画的也是这个样子 圆柱体画的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看它讲 这是实心球 还是圆柱体 它说是实心球 半径是R 从上面滚下来 没有滑动的滚动 这个高度呢 是H 它从这里滚到最底端的时候啊 它球星的速度是多少 球星的速度是多少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什么 求速度 求速度啊 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用运动学 你知道起初状态吗 加速度 加速度如果它没有给 我们可以从动力学求加速度 然后加速度求出来以后 用运动学求它这个地方的速度 这是用动力学跟运动学来做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就是用功能定律来做 因为功能定律里头啊 它有速度 对不对 有这个位置的速度 跟这个位置的速度 好 我们先用动力学的方法来解 动力学 我们先把这个关键物体找出来 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外力你看有什么力啊 超距离经过几何中心 然后呢 它跟这个面接触 它的接触力啊 有两个 一个就是momophores 一个就是摩擦力 这摩擦力这里应该加一个向量 是什么摩擦力呢 静摩擦还是动摩擦 静摩擦 因为它是没有滑动的滚动 没有滑动的滚动就是静摩擦力 我们现在应用动力学 列式子 力都画出来了 我们假设它加速度朝这一边 它转动的时候 alpha是朝这一边 好 我们看x方向 sigmafx 朝这个方向的是mgsinθ 减掉负的方向 fs等于ma ma fy normal force 减掉mgcosθ 等于0 这个式子我等于等于没有用到 我们列式把它列出来了 可是我们现在 这个式子里头 有什么不知道的 a不知道 摩擦力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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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位置数都不知道 那这个式子又没有用 你n求出来也不能求这个fs 因为fs等于mu 小于等于mu n mu sn mu s就没告诉你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n求出来也没有用 然后 有两个位置数 只有一个式子 不能解啊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用这个 这个物体有转动 对不对 转动 好 我们现在看 对直星来说 对直星来说 它的力举等于什么 就等于fs乘上r嘛 乘上 这个半径小r嘛 fs乘上小r 那等于io 就是对直星的这个 转动惯量 乘上 α α是这个 好 有两个式子 但是两个式子 你又多了一个α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α跟a是有关系的 这个a 跟这个α是有关系的 因为 你 这一点来看它是a 那对这一点来看呢 边缘的加速度也是a 这一点的切线加速度呢 就说 你 就说 你这个 这个a是这一点的加速度 这一点的加速度 那么 那么这个a跟α之间呢 有这个a等于 rα的关系 然后这个是一个磁心球 i0是五分之二mr平方 你把这个带到这两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得到 加速度是等于七分之五g3θ 定值哦 就是说 我们用动力学把加速度求出来 我们发现它是定 等加速 所以用运动学就可以把 可以把这个v求出来 运动学 v0是0 2a a是七分之五g3θ x x就是斜边的距离 斜边的距离是等于h over 3θ x0是0 你把这个 乘出来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 v呢 就等于这个开 根号 正负 根号 七分之十个gh 我们要取什么值呢 取 取这个 应该是取正值才对 取正值我写错了 因为它是 朝x方向运动 朝x方向运动 所以这个我写错了 取正值 好 那么我们把第二种 功能定律这个讲完 我们用功能定律来解 我们这两个位置 一个a位置 一个是b位置 好 功能定律 非保守力做的功 等于机械能的改变 这是后来的 后来的 移动动能 加后来的转动动能 再加上后来这个位置的位能 这是起初的动能 移动动能 转动动能 再加上它的位能 好 这是 把这个左边这个都列出来 ya 假定它是零 y a是零的话呢 不是 y a在这里 y b是零 y a就等于h了 y b是零 y a就是h 那么va v a v a是零 那从 静止开始滚下来 v b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 那 omega a是零 那这个omega b呢 它就是等于v b over r v b是等于v就是v over r 这个v不知道 ok 好 那右边有一个东西不知道 那你左边一定要知道啊 好 那么 左边非保守力 你看这里有几个非保守力啊 摩擦力是保守力 正向力是保守力 这两个力做的功都是零 因为正向力跟位移垂直 然后静摩擦力呢 没有位移 所以等于零 好 我们把这两个都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并且把i0用五分之二mr平方把它写出来 好 统统带进去 就得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以后我们就 这个v v等于正负根号七分之十gh 这个就写对了 正值 我们要去正值 ok 这两种方法 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因为 肥子 也 certa